真相只有一个 今天我们来深入的调查一下 坊间传的沸沸扬扬的 所谓王志安买粉买流量这件事情 开头我们已经警告过了 如果你不具备良好的逻辑思辨能力 或者你是一个二极管思维的人 建议你不要观看本片 否则会造成极大不安 还有本片会得罪很多人 不只是王志安跟他的粉丝 还有很多其他人 甚至包括很多他的敌人 所以如果你的小心脏受不了的话 建议你赶紧关掉这个视频 否则如果你觉得看热闹不嫌事大 赶紧给我们点个赞 好 王志安据传 买粉买流量 有三个人对他发出了指控 第一个是徐晓东 而且说的是指名道姓是有鼻子有言 第二个是推特上面有一个推主 他通过一个叫谷歌趋势的流量分析工具 分析的流量 然后也提出了相应的指控 第三个是方舟子 其实我觉得方舟子其实是借鉴了推特推主 他的方法 然后也没有引用别人 这个很不好 总之这三个人呢 在我们的整个的分析过程里面会逐次登场 首先我们请出徐晓东的指控 王志安买没买粉 我告诉你们 我觉得可能买了 而且这个是另外一个哥们给我的 就在这里看我直播了 我能不能说是谁 我跟这兄弟关系还不错的原因 他很讨厌王志安的 很讨厌 但是我跟他关系不错的原因就是我们彼此信任 那么这个哥们给我王志安的后台 说东哥你看一下王志安 他有买粉的嫌疑 他这个节目没做几期 这点人他这个琢磨做了几期 但是不多一下子变成了一两万人增加 这肯定是买粉 我看了也是 我觉得好像真是 不可否认 为什么那么多人骂王志安 因为他们人人自危 因为王志安在短短的一年的时间 从零到一百二十万 从中有三十万的水分 王爵 你他妈骗不了我徐晓东吧 你他妈这买粉 怎么着得买个一二十万吧 以前我在我的节目里边 跟很多的社交媒体里面 一再的强调 说徐晓东 是我在所有的简中的自媒体圈里面 我个人最尊敬的一位 是吧 永远支持东哥 虽然未必永远支持东哥的观点 OK 原因为什么我们待会儿再看 他刚才讲到里面 有几个重要信息 第一个 这个人 就是有个人跟他透露 王志安可能买粉 而这个人是很讨厌王志安 但是却有王志安的后台数据 所以这里面有几种可能性 这个人第一个 他有可能是王志安的团队里的人 或者说曾经参加过他的团队 拿到过他后台数据 是吧 第二个 这也可能是谷歌的 或者是油管的 油管是谷歌的 有可能是油管的内部人士 他有王志安的后台数据 我今天才刚刚跟一个谷歌的客服 通过话 他就可以一清二楚看到我的后台数据 我还跟他打听了 关于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件事里面的一些消息 所以这个有可能是谷歌的人 有可能是王菊的团队里的人 我个人觉得更有可能是谷歌里面的人 得到这个信息 然后跟徐晓东做了分享 虽然这个不太符合职业道德 但是相比而言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说对王志安意见很大的话 不太可能会加入王志安的团队 但是刚才徐晓东说的不是特别清楚 什么看的时候没粉 什么一会又涨粉了 他这个节目没做几期 这点人 他这个琢磨做了几期 但是不多 一下子变成了一两万人增加 这肯定是白粉 我个人推断可能这个意思 就是有的时候你做了很多视频是吧 看的人也挺多的 好像没怎么涨粉 那么有的时候突然一下子涨了很多粉 但是这个时候你又没做什么视频 没道理 照理说你应该是做了一个好的东西 别人看了 说有道理 然后就订阅是吧 这个其实是因为我自己后台也有数据 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在谷歌后台里我能看到 我每一个视频带给我的新的一些观众 或者是返回来看的观众 或者每一个视频所带给我 我发布了这个视频以后 新增加的订阅数 所以这里面是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的 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对应关系 有的时候也会发生一种延迟 就是我明明我这个片子观看量挺高 怎么就没涨粉呢 过一会儿才涨起来是吧 这个有可能是跟数据的延迟是有关系的 我们知道谷歌的数据它并不是实时的 它在全世界各地的数据 它是一种分布式系统 所以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汇总 那么汇总的时间不是恒定的 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发生这种数据滞后的情况 但我们谁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谁也不能掌握 这个人到底掌握了什么样的证据 是吧 徐晓东这个人一直是非常支持王志安的 在这一次王志安在台湾捅了这么大的一个娄子情况下 可以说最力挺王志安的也是徐晓东 这就是为什么我永远支持东哥 即便他力挺王志安 他依然会把这样的信息放出来 我觉得徐晓东他虽然是个练武的人 是吧 可能没有受过什么这种所谓什么叫君子的这种教育 是吧 但是徐晓东他是一个很敞亮的人 就是他如果说我要跟你怼我就跟你怼 但是如果说发现我这有问题了是吧 那我也会跟你适时的说出来 我道歉 我服软是我错了 认赌服输 而且很多时候能体现出一种同理心是吧 而且像这样的信息 虽然我支持女王志安 但是我依然把这样的信息放出来 其实这个信息我很早就听到了 而且徐晓东并不是第一次 不是不止绝对不止一次 至少说了三次在这个节目里面不断说我觉得王志安买粉了 我觉得王志安买粉了 我因为经常听他的节目是吧 之前听的他说的比较含糊 他觉得很肯定 但是比较含糊 我也没有太在意 说这家胡说 那么直到看到这个他说说有一个人看到后台数据了 那我觉得就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了 但是到这里 我就必须要批评一下徐晓东 所谓买粉或者买流量 就是买一些假的粉丝 假的流量 这个东西 你很难证明一个人有没有买粉 或者说你几乎无法证明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做油管的 王志安也好 我也好 或者任何其他人买粉 为什么 你只要去网上那些买粉的地方 是吧 你看他的界面 他会让你填一个你要给哪个视频买粉 或者要给每个频道买粉 是吧 你填一下 你要买多少粉 你选一下 然后你就付钱 就是说完全不是说只有运营这个频道的人才能买粉 任何人都可以给你买任何数量的粉 无法证明 除非你能黑进他的电脑 是吧 发现的确是通过他的银行账户买了粉 没给他自己的频道 否则无法证明 而同样这个事情也无法证伪 你也不能证明他没有买 在我的哲学观念里面 如果一个事情无法证实 也无法证伪 比如说你说谁是大外宣 那他就不具备任何的讨论价值 所以我们就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下次我们再见 开玩笑 我们还是回来 虽然说我们不能证明一个人有没有买粉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侧面的工具信息 来判断这个频道 他的流量正不正常 OK 即便他的流量不正常 也不意味着他买了粉 也有可能是别人给他的一番操作 是吧 但是这一点还是值得去审视的 这个时候就要说到我们刚才讲的第二位朋友 就是推特上的一个小朋友 他的号已经被封锁了 就是这个叫做What F Up 大家懂的 什么意思 What F Up 这个号已经被冻结了 但是他开了一个小号 What F Up To 就是里面基本上所有的内容是颁自于大号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挺讽刺的 王志安曾经也因为自己的一次言论 然后被人举报了 是吧 然后他的号被封掉了 最后几经周折 甚至可能找了一些内部人士 是吧 这个号拿回来了 所以同样是因为言论 而这哥们的言论 就是他通过刚才我们讲的谷歌趋势工具 去分析王志安的流量 然后他认为王志安是买粉了 Again 再说一遍 我并不认为一个频道的流量有所异动 就意味着这个频道主动去买了粉 但是这个是他的言论自由 我个人认为是他的言论自由 如果王志安他当时拿回了号 而且为此充分表达他对言论自由的尊重 我觉得他应该提点一下后备 是吧 怎么样可以把他的号拿回来 好 这个就是他用到的工具 谷歌趋势 谷歌趋势是个什么工具的 说白了就是帮助你搜索 在地球上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关键词 它的热度怎么样 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在油管上 或者谷歌上搜索这个词有多频繁 一般来说搜的越频繁 就是大家对他越感兴趣 是吧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这输入悉尼奶爸 是我自己 看过去5年里面的全世界范围内的 有多少人在搜悉尼奶爸 然后我现在要搜的不是谷歌页面 而是油管搜索 这个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 过去5年里的这样一个搜索的密度 我的时间 我基本上是在2000年 初2019年底 这个频道开始慢慢地做起来的 是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的成长曲线 大家对我的兴趣是逐渐增加的 OK 那么在这下面你可以看到很多数据 比如说它这儿显示了 这里又有个列表 显示了我在全世界各地的搜索热度 就在中国是满风 这什么意思呢 并不意味着在中国14亿人就有14亿人搜索我是吧 它是这样子的 它把在全世界各地搜索你的人的比例 做了一个排名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在中国有1%的人搜索我 但是全世界范围内搜索吸尼奶爸的1%已经是最高了 所以它就把中国列为100分 剩下的比如说澳大利亚 台湾 就比如说澳大利亚有0.04%的澳洲人在搜我 那就是4分 0.03%的台湾人搜我 那就是3分 大概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容易误导的 后面我会讲到 有的人会被误导 他以为这个分越高 就是搜的人越多 未必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有一个全世界最小梵蒂冈是吧 梵蒂冈突然有一天教皇说 上天降下一条旨意 一个叫悉尼奶爸的人是下一个弥赛亚 梵蒂冈一下子就把全搜我 OK 那么这个时候出现在第一位的就是梵蒂冈 因为搜索我的人的比例最高 开个玩笑 但是光看比例我看不出来 毕竟世界各国人口不一样 所以最好你是比较着看 而不是单看这个肉堵 比如说我们把王志安放在这边 我们来比较一下过去五年里面搜索 你看看很明显我是被摁在地上摩擦 对吧 对吧 但是你在这边可以看到 在不同的地方搜索 王志安是红的 我是蓝的是吧 搜索王志安跟搜索西尼奶爸的热度 这个时候就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出来 双方在不同地点的相互的比较搜索量有多少 在澳洲就意味着我跟他的搜索量加起来 我占31% 他占60% 有超过两一倍的人在搜索他 我们把这个如果以王志安作为关注的话 你看就很明显 我就不知道排到哪里去了是吧 不知道到哪里才能出现我的影子了 所以我们待会更多的会看这个里面的数据 而不是前面的热度数据 因为热度数据很容易会误导你 它是根据比例来的 这些概念我们在下面做比较是会一再跟大家重复 OK 好 我们就不自取其辱了 我现在把我删掉 我们来单看王志安的数据 说明给大家讲一下 这边是指的油管里面的搜索量 并不意味着就是王志安的 他的频道里面的流量或者观看量 是吧 这个搜索量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更有可能意味着对他这个人感兴趣的 第一次听说他的 甚至是第一次开始订阅他的人 我前面在跟谷歌的那位客服互动的时候 我也问了这个问题 他也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就是搜索量更可能对应的是潜在的新增流量 而不是当前的看你视频的流量 这里面还有一部分 就是有一些 我们知道如果你买粉买这个流量的话 他这个机器人模仿人在进行操作 他也不想让油管很快就发现这是个机器人 他有时候需要模拟人的一些操作 所以他有时候也会进行一下搜索或者怎么样子 所以这个里面也会造成一些流量 那么搜索量 我如果在某个地区 我的在谷歌里面也好 油管里面搜索量比较高的话 就会影响不管是谷歌搜索引擎 还是油管的推荐引擎 他是不是认为你有热度 他有热度的会把你往前推 所以也会对你的视频是不是受推荐有所影响 OK 好 下面我们来看王志安过去5年的数据 那么在这个界面里面 不知道你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没有 如果你比较敏锐的话已经看到了 是吧 下面就是安区域搜索显置的搜索热度 中国第一位 100% 所有的华人博主都是这样 绝大多数的流量是来自于中国的 但是第二位是伊朗 伊朗对于王志安这么感兴趣吗 而且我搜索的还是王志安三个字 还不是伊朗语的王志安 对吧 伊朗怎么会这么感兴趣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这是在过去5年里面 王志安在伊朗的搜索热度 但是伊朗有很多城市 为什么只有德黑兰这一个城市在搜索王志安 前面我们讲了 单看这个数据其实参考意义不大 我们最好是跟人比较起来看 所以刚才那个小朋友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把王志安跟当下的很多大V 甚至比王志安的粉丝更多的流量更高的大V 全部放进去 然后跟他来进行比较 他都找了谁呢 基本上我觉得能想到你能想到了 比如说推特上李老师是吧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现在他也有油管频道 然后比如说五月散人 石头记 斯东记 狗哥 白纸革命 他还搜了白纸革命这个词是吧 他还搜了很多台湾的大V 什么志祺祺祺是吧 包括 还有比如说像悬疑类的 像脑洞乌托邦这样的流量很高的是吧 像他还搜了胡锡进 公子沈 军事频道说真话的徐某人 江峰时刻 他还搜了老高和小莫 华人界的流量王者 老高与小莫 他搜了法轮功系的很多的大V 他还搜索了伊朗的名人等等这样子 然后搜了一圈 试验下来以后 除了王志安以外 只剩三个人在伊朗德黑兰有流量 你准备好了吗 就是这三位 在过去的五年里面 王志安跟文昭 郭文贵 翟山英 在伊朗德黑兰四封天下 文昭我们都知道 是吧 文昭谈古论今 郭文贵我相信也没有人不知道的 翟山英是一个最近一年左右 刚刚起来的这样一个也是做油管 现在好像是20万粉丝 他在中国国内原本是做 迎合很多爱国心理的 然后做营销的 赚了一笔 然后出来以后开始做反贼 是这样子的 然后他当时发表了一个暴论 就是说中国那些人 他就是蹦 所以就该骗他们 不骗他们骗谁 然后出来以后 虽然做了反贼 所以这四个人物放在一起 你看在德黑兰 他们在刮风了这个天下 这就是我为什么开始讲 我可能会得罪很多人 你看这里面有文昭 是吧 可能是法轮功系的 是吧 然后而且是最大牌的大逼了 然后有郭文贵 是吧 这几乎就是 尤其在几年以前 是华人的流量的无冕之王 然后还有翟山英 其实我觉得最尴尬的就是翟山英 为什么呢 如果只是文昭 郭文贵 这些特别有影响力的 那他们的搜索流量高 是可想而知 是吧 那翟山英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小咖呢 是吧 而且翟山英 它是一个有中国的政商背景的 这样一个营销鬼才 营销鬼才擅长干什么事情 我们都知道 是吧 否则你怎么配得上营销鬼才这样的称号呢 所以这是一个很尴尬的祝贺 不是吗 而且我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地方很有意思 我跟我后台数据做了个比较 你看在2021年3月上旬以前 这个这儿的流量是非常高 非常密集的 但是到了3月上旬以后就开始越来越少 然后甚至就几乎清零了 2021年3月上旬是个什么时间呢 大家可能都还有印象 在那个时候突然油管发生了一个 好像莫名其妙的很多人的粉丝 开始掉粉丝 很多的流量开始下降 断崖式的下跌 相信你如果关注油管有一段时间 都还记得那个时候 很多人在想是不是中共在打压 我觉得当时文昭江峰 很多人都发现这种情况 是不是中共在故意打压他们 我的频道也出现了一模一样的情况 我去看我的后台数据 就在2021年的3月上旬 我的频道的新增 之前我的新增的订阅人数都是三位数 在那个时间内以后 一个多月时间里面始终保持在两位数 甚至一位数 甚至是负数 而我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公关灾难 而这样的持续时间的低迷不正 在整个我从事油管的四年左右的时间里面 从来没有发生过 只有这一段时间 所以我个人判断 2021年3月上旬那个时候 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刚才想套油管客服的话 没套出来 但是我怀疑油管在那时候 对于这种买量也好 或者是虚假的流量进行了严厉的打击 斩草除根式的打击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时很多掉粉的 或者流量下架的人都是买粉的 而是因为他们可能在这个里面 因为整个流量下去了 整个流量下去以后 他们也会 如果整个流量上来 他们也会受益 整个流量下去以后 他们也会受损 就是这么简单 OK 但是你可以看到很明显 这个时间点一直到后面低咪低咪低咪 到了2022年的9月25号开始 又好像有点起色了 这个到底可能什么情况 我们会在后面给你做解释 我们先来看 大家记得吗 王志安是2022年的5月初 才开始正式的更新油管 做他的王菊拍案节目的 所以我们就把时间从过去的5年 便到2022年5月5日到我做节目的2月2号 2024年2月2号 这个就看得更清楚了是吧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时间点 2022年的9月份 突然流量又上去了 之前是流量非常低迷的 突然流量又暴增了 而且这四者依然是同步暴增的 看到没有 几乎是同步暴增的 这里面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伊朗是有墙的 伊朗人是不能通过正常的方式 去访问油管的 伊朗有他自己的一个油管 那个什么我忘掉了 自己的一个视频媒体 跟俄罗斯一样 那么伊朗的流量是哪来的 这些对外的接口是谁给他开设的 为什么在伊朗会有这么多中文的人士 这么受欢迎呢 我们再做几个比较 比如说这样是四风天下 我们看看有没有人能够从他们的垄断里面 抢一杯羹的 我们先找一个伊朗当地的众美人士 哈梅内伊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哈梅内伊在2022年的9月份 这个时候有一个流量的高峰期 哈梅内伊当时一下子火了一把 为什么当时伊朗的头巾很多女的不要包头巾 有头巾革命 所以当时哈梅内伊有这样一段高峰期 但是之后就泯然众人意 你看最后的比较数据 在伊朗的其他城市 哈梅内伊都是占有绝对100%的优势 唯独在德黑兰 哈梅内伊只能在里面占到40%的份额 剩下60%的份额 还是被这四哥们给瓜分掉了 除此以外 注意 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中文媒体 我们都试过了 所有大V 连老高和小莫都没法从这里面抢得一杯羹 我们继续 哈梅内伊弄完了 说不定德黑兰人特别喜欢中国人 不喜欢哈梅内伊 虽然他是首都 OK 我们再来换一个习大大 这是习近平的数据 把它放去跟这四位大佬在一起 习近平也只能够五分天下而已 这个就牛逼了 是吧 我们再来一个样本 油管世界最火的up主 Mr.Beast 把Mr.Beast拿进来以后 总算可以适度的压制他们了 但是即便如此 Mr.Beast在流量最高峰的时候 依然是敌不过这四哥们儿 你看没有 被摁在地下摩擦 但是总的来讲 Mr.Beast也可以占到30%的份额 平均下来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这四位大佬在伊朗是如何的厉害 如何的厉害 对于这个结果如何去分析 有没有可能只是在伊朗有一些VPN 然后给中文用户使用 中文用户使用 因为这四个哥们儿最受欢迎 所以就在里面搜出来最高 但是就像我们讲的 因为存在这样一个宅山英这样一个实体 所以你就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所以这是很显然 就是这四位在搜索流量里面 占有某种特殊的地位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大概在一周以前 推特上这个朋友 就已经把他的调研结果发给过了 之所以我没有做节目 就是我之前一直觉得油管的搜索 不等于油管的流量 但是老实讲 说服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一些问题 值得深入调查的地方 就是这个伊朗的案例 因为我实在无法解释 我实在无法解释 为什么在伊朗访问油管的人 对这四位 而且只对这四位感兴趣 所以这个案例说服了我 使用谷歌趋势 这样一个看起来 不是很可靠的调查工具 继续去调查 下一集 我们会根据这一次台湾选举期间的流量 来对于王志安 和或许其他的一些频道的流量 来进行一个客观的分析 不是主观的异端 说他买了流量买了粉 客观的分析